大家好,我是阿B 今天我們又去探望一間人氣過光龍店 一間由日本開來的咖啡品牌 名字我上網找不到究竟是讀Arabica 還是讀Percent Arabica 因為名字前面有%符號 兩個讀法我也看到有人這樣讀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如果我讀錯 今天這間咖啡店是日本開的過光龍店 第一間店是在日本京都開的 現在在多倫多暫時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Union Station的車站 另外一間是我現在去的Yorkdel Mall 為何今天想介紹這間咖啡店呢? 因為我覺得它很厲害 2014年才開第一間店 但是在短短8年時間內 它已經全球開到有130多間 我也覺得這個創辦人做生意的手法都很厲害 但是這個創辦人 除了它本身是貿易出身之外 其實它這個咖啡店 它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它在日本研發了一部咖啡豆的烘焙機 在日本製造 亦都在日本出口 那麼這一部這麼特別的咖啡豆烘焙機 就是它們公司拿了個專利 那就只有它們才可以出口這一部機 這個就是它這間品牌的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 另外就是自己種咖啡豆 它說它當年在問朋友借錢 問可能一些銀行借錢 就在夏威夷買了一個咖啡豆的種植園 那應該是現在的咖啡豆 都還是在夏威夷那裡來的 那我覺得它開在Yorkdel Mall 這個位置都幾殺食 大家都知道 Yorkdel Mall 現在是多倫多 算是一個幾高級的商場來的 即是開得在裡面的全部都是一些 除了有普通的品牌 也都有一些很厲害的名牌店 即是它現在簡直好像 將這個Bluer街搬進一個商場裡 有些像我們香港那些Landmark 至地廣場 或者是ISC那一種 Anyways 我現在就專心開車先 一會再說 Yorkdel Mall 這個Mor都幾恐怖的 早上11點星期已經是 周圍都是車 周圍都是近 加上現在又近聖誕 我上網看過少許資料 應該拍這個G的入口 就是最近的 G一進來就是 基本上 我想這隊都可以了 可以接受 那先匯報一下我的戰績 11點05分來到Yorkdel 派到11點25分 就進去店舖 訂單完11點47分 就拿了東西走 總共整個過程 你剛才看到這隊 OK也不算很長 大概排了40分鐘 那我也問了店員哥哥 他就說他早上開9點 夜晚也關上9點 咖啡永遠都不會賣完 因為他有自己的烘焙機 日本直接入口的烘焙機 所以他們的咖啡是長賣長有 食物方面就有幾款牛角包 都是大陸那些 牛油巧克力 綠茶那些 然後有兩款三文治 還有一個小蛋糕 食物選擇就不太多 不過其實他這裏 主要都是賣咖啡為主 食物都是一個陪襯品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他兩杯咖啡 和一個牛角包 試一下 首先第一杯就是他的名牌 店鋪的鎮店之寶 Kyoto Latte 就是這一杯 你現在看到這個尺寸 是一個大的尺寸 它有大同小 大的六個多元錢 基本上和Styrbuck那些 都是拍著這樣的價錢 那這一杯咖啡就是 Latte 但是Latte得來是加煉奶 加了多少我就不知道 希望不會好甜 因為其實很多人喝咖啡是不下糖的 不過先說明 咖啡我真的不是專家 我也有基本的要求 但是絕對不是專家 首先第一樣和我平常喝的Latte 的分別就是 它的奶真的做得很脆的 是很有質感的 差不多 基本上好像我們珍珠奶茶的奶蓋 這樣我是挺喜歡的 第二就是講過那些煉奶 其實我真心喝不出 我想它真的放了很少 是略帶很輕很輕的甜味 但是絕對不是說你 好像啡酒茶酒那種那麼甜 那如果你問我那些非專業咖啡人的意見 它就是沒有苦潔味 苦潔味不是很重的 酸也不是很酸 即是中中挺挺 味道不會說很濃厚 那這個就視乎你個人喜歡比較 Dark Rose 和 Light Rose 的咖啡 但是喝完之後 絕對不會有苦潔味在你口裡 那我挺喜歡這個 還有咖啡也不會過熱 因為其實你太熱的話會影響咖啡豆的味道 總之是剛剛可以入口 但你也感覺到熱 但不會辣口那種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那另外冷的呢 就是這一杯叫Dark Latte 即是其實是Mocha 因為它加了巧克力 也都是有麵奶的 那我發現麵奶是它這裡的其中一個主角 即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材料 不過真的放心 它的麵奶是加很少的 所以是絕對不會甜的 不用怕 先試這杯凍夜 那這杯的甜味就會比較出一點 因為它有麵奶和巧克力 它的巧克力挺香的 它說是一個法國的巧克力 那反正是不知哪裏來的 French 就好像什麼都好一點 尤其是食物的東西 不過真心它的巧克力是蠻特別的一個味道 即是不像我們普通在街上買到的巧克力 但這個就是略帶一點點 甜咖啡味就輕一點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Mocha的性質 還要加了原奶 那我想就比較適合一些朋友 譬如說想喝咖啡 但就不是很喜歡很濃烈的咖啡 我想這個會很適合你 其實這間店舖真的一點都不大 但它設計非常之好 因為用了很多鏡 而且樓底很高 所以看起來 加上鏡的反射 這間店舖就好像很大 但其實是絕對一點都不大 而且每人只可以買三杯 那這裏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是很多人 那你就可能幾個人一起去排隊 接著最後試買牛角包 就不是在店舖裡焗的 因為我講過真的沒有位置 那它就一盒一盒 在後面的士多房裡拿出來 所以就不是說新鮮在現場自家製焗的 所以我買了一個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對這些沒什麼期望 那畢竟都是五元一個牛角包 那我覺得就不果不失 正正常常 因為最始終其實這裏 它主打是它的咖啡 不是它的pastry 那你如果口癢的 想送下咖啡的 OK的 我就覺得是牛油味 略欠 那它都是鬆脆的 都是很flaky的 你見到 但是牛油味是差了少少 個人喜好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離開Yorkdale 逛街啊 聖誕購物那些 那如果真的不介意 排半個小時八個字的話 那都值得一試的 我覺得它是幾特別的 那所以跟你說 平時在StarBook那些是有點不同的 但是它選擇 就當然沒有StarBook那麼多 那就看看你本身自己個人喜好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一試的 如果你是喜歡喝咖啡的話 可以試一次的 打個卡也好 好啦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 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